拿到驾驶证以后 上路的一些提醒了 对吧 所以啊 你们可以先来 一起来做做看 一起来看一看 基本上你脚三个正一点啊 咱们正能量正能量 用正能量的想法去想这些题目 基本上是不会做错的啊 你不要说哎呀 我日常生活中 我就偏偏要这么走 很多人实际就是这么走的 是不是 咱们题目是题目啊 现实是现实 认清现实对不对 来看一下A选项 容易引起发动机熄火 B不被其他车辆发现 C模糊而撞车D 发生侧滑 那我们你下雨天 路面上是不是有雨水 雨水比较容易打滑 对不对 所以咱们的题目看到下雨啊 看到雨 咱们去选项当中 找滑子都行了啊 找滑子 看到雨 咱们就找滑这个字啊 滑子在哪个选项 哪个选项呢 就是正确答案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答题小技巧 否则你看一下 C好像有宝贝师傅 会选到C去了 那下雨 雨比较大 那个雨水稀稀拉拉的 比较大 对不对 那咱们可能会视线模糊 撞车 好像有点那么道 有那么一点道理 对不对 那像这种提醒的话 咱们借助呢 一些答题小技巧 是更容易帮助你区分开 哪个是正确答案啊 是来帮助你记忆的 帮助你检验 自己心中的答案的 就是我们答题小技巧 它好的地方了 好的地方啊 并不是让大家什么 题目也不看了 对不对 什么题目不看 问选项也不看 直接找答案的啊 这样就是有点 头去去翘了 那在飞飞老师这里呢 希望大家既能够 掌握一些答题技巧 也能够把题目 把选项都看清楚了啊 细心一点 不要太粗心了啊 细心一点 不要飘 虽然你在我这 学会了一些方法 但是咱别飘啊 咱别飘 来 所以这套题是呢 咱们递选一下啊 有雨水 有雨字 咱们找滑子就行了啊 来下一道题 多多题 你没点中啊 浓雾天气的时候啊 能见度比较低 开启远光灯 能提高能见度 那像这种浓雾 特大雾啊 跟雾有关的一些天气 咱们能开远光灯吗 你们跟我说一下 能开远光灯吗 是不可以去开远光灯的啊 不可以开远光灯 为啥 因为远光灯照到雾上面 它会折射光线 在你车前面 形成一个光圈 类似于那种磨砂布里 那种感觉啊 所以咱 反而会让你看不见前面路 反而会危险的啊 诶 是没网 是卡了吗 为啥我说卡了 看一下 所以咱们浓雾天气呢 是不能开远光灯的啊 光线会折射的 反而会影响你的视线 看不见开车 不光光会影响你啊 还会影响其他人 你知道不 所以咱们浓雾天气啊 应该使用近光灯 和雾灯啊 注意了 雾灯必须需要开的 为什么 因为雾灯 它的穿透力比较强啊 它是能够穿透云雾 对吧 能够穿透这个雾啊 去照射前方路 所以咱们雾灯呢 专门是为雾 大雾天气啊 浓雾天气设置了一个灯啊 所以像这种雾的天气 咱们都是要开雾灯的 不能开远光灯啊 所以这里就选错了 就选错误选项啊 选必选项 来批一下 打击小技巧 来看一下啊 科目一的一个 关于特殊天气的题目当中呢 大家看到 开启远光灯 你直接选错误就行了 因为有时候远光灯啊 近光灯啊 什么前照灯 前后未日灯 雾灯 各种灯啊 什么视阔灯 对吧 各种灯啊 你们分不清楚的 来交给你们 一个答题小技巧啊 咱们欢迎虎哥 每天都好sex啊 今天不应该是可爱疯吗 今天不应该是可可爱的吗 来啊 看到开启远光灯 咱们直接选错误 选了就行了啊 这样你就不用再去背灯光 不用再去背 到底开啥灯了啊 反而会让你混淆的 本来挺清楚的 是不是 做题目坐着坐着晕了 坐着坐着左右不分 就晕了啊 小林薰 小林薰 咱们没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照理选B型是错的啊 都是主播而已 没啥关系啊 来下一道题 在图中所示的这种 天气行车 由于文件度较低 需要开启一个光灯 放置对象来车 来看一下 咱们看到开启远光灯 直接选哪个选项啊 你们告诉我 来秒打秒的 一秒打底 准确的百分百啊 看到开启远光灯 选哪个选项啊 直接选错网 看到开启远光灯 直接选的错误权就可以了 所以照理选的B选项啊 是错误的 膝盖怎么 膝盖是撞到了啊 膝盖之前撞到桌子上了 还没好 你咬的 没有牙印啊 不是胡咬的啊 不是胡咬的 不是泡胡咬的 没有牙印 这是撞轻了 有驾照吗 有啊 你们都是 都是从哪里听说 我没有驾照的 宝贝 这不就是吗 这不就是我的驾驶证吗 来看一下 机动车驾驶证 你们是从哪里听到 我没有驾照的呀 道听途说 来我把我信息挡起来 给你们看一下啊 把我信息挡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这不就是我的驾驶证吗 是谁说我没有驾驶证呢 我又有驾照吗 我都一直放在直播间呢 因为最近有太多人造谣了啊 都一直放在直播间 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下一道题 看到开启远光灯 咱们直接选错 我所以叫得选B选下 再看一下题目啊 请问说这种天气啥天气 是不是下大雨 是不是下大雨 而且前方光线还不怎么好 对不对 视线还不怎么好 像这种情况的话 咱们是不能开远光灯的啊 应该开近光灯 因为远光灯 灯光会折射回来 反而在你的车前面 形成一个光圈 就好像一个磨砂玻璃 在你车前面似的 更容易看不清楚的啊 更容易看不清楚 真的吗 怎么会 他为什么 好没关系 你看失灵号我 我有证据啊 对不对 有证就有证 没证就没证 我有证据的呀 我都把我驾驶人 给你拿过来了 他们害不到我的啊 看到没有 咱们有证据啊 天天想方设法的 想害症的宝润啊 想害本公主的 不好意思啊 我是有证的啊 再放在直播间 我就 以后就一直放直播间 来看到开车有功能 咱们选错误啊 打的小技巧 再给你重复一遍 来下一道题 第15题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遇到图中所事的情况时 你想要做不正确的是什么 谢谢咱虎哥维护啊 来看这道题 在高速公路上 开车的时候 遇到图中所事的情况 以下操作啊 不正确的事来注意了啊 咱们科目一或者科目四 他问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不正确的 比如说正确的 比如说错误的 你们也可以要看清楚 他到底问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啊 比较傻乎乎的 对错都没分清楚 一分丢掉了 太可惜了啊 题目呢 问你错误的事 不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呗 是吧 来咱们看一下图片张中的天气 什么天气啊 屋好大呀 是不是 雾萌萌的啊 这应该是属于特大屋了吧 浓雾天气啊 遇到这种浓雾天气 咱们下来做法不正确的事啊 感谢不会撒谎的音符 帮助咱们一心挑战啊 开始的一心挑战了 感谢你给咱们直播间开了个头啊 谢谢宝贝 来看一下啊 特大浓雾天气 对不对 来A选项 应该打开雾灯 近光灯 视过灯 前后位置灯 危险暴击闪光灯 肯定对啊 对不对 A选项是对的啊 这要提问你错误的事 来B选项 能见度低 应该与同车道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像你能见度比较低 咱们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是不是 哎呀 又跳又跳回来是吧 来看一下啊 能见度低 咱们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这样的话前车如果发生了突然刹车呀 咱们也有反应 咱们也有时间去反应对不对 去刹车等等之类的啊 来C选项 降低车速 防止紧急情况下 无法及时制动啊 浓雾天气车速一定要慢一点 来D选项 继续维持高速行驶 是不是看到咱们这个高速啊 看到高速两个字马上就选错了 对不对 浓雾天气你开车一定要慢一点 对吧 像加速啊 立刻 马上 高速 或者维持原来速度啊 都是错误的 为啥把我跳到这儿来了 我也很懵啊 宝贝 我也很懵 跳跳没关系啊 不管咱们跳到哪儿 我们还是认真讲课 还是讲课的 反正课程是不变的啊 课程是不变的 老司机带带我啊 那你可要跟上我的节奏了宝贝 那你可要跟上咱们的节奏了哦 来 所以这要提证据答案是哪一个 选选选项啊 题目问题不正确的是错误的事 那选选是错误的 看到高速直接打错啊 浓雾天气的话 咱们车速呢 一定要卖你啊 慢慢开 慢慢来 对不对 安全地域啊 不要说为了追求刺激 为了追求速度 咱们安全地域啊 那大脸盆子 我脸就这么大吗 老男孩 感谢我们 韩树的 感谢韩树的衣服和白云卡 我脸盆子有这么大吗 我头发挡一挡 显得脸小一点 来随着 你真正单一个选选项啊 D是错误的 能听懂吗 如果来到咱们直播间 你听不懂的啊 这好钱还没讲呢 还没讲呢 男孩就抠出来了啊 如果来到咱们直播间 没有听懂的 你记得咱们的暗号啊 抠个五就可以了 呜呜呜呜 没听懂啊 贝贝你再给我讲一遍 没关系啊 尽管麻烦我 一遍两遍 三遍四遍都可以啊 好小是吗 没有啊 正常啊 跟我的脸一样小 跟我的脸一样小 谁他妈了 来自导题看一下啊 随我了 你看一下 咋回事 欢迎欣欣这边宝贝啊 大家稍等一会儿 我在哪儿 我这哪儿直播 加点失败了呢 大家先看一下这道题啊 我这边 也没关系啊 我这边的视频 宝贝你们先把题目看一下啊 选项看一下 来题目刚给你们读完了啊 等会我这里有点卡 好了回来了啊 回来了 回来了刚卡出去了 刚卡出去了啊 这道题来看一下 题目能问你说法错误的事啊 很简单明了 没有套路 没有跟你说不正确正确是不是 问你哪一项是错误的 来ABCBC选项 大家看一下 哎呀什么时候选答案了 刚不小心被我点错了啊 不小心被我点错了 正确答案也点出来了 答案既然已经选出来了 咱们就来看一下吧 刚被我不小心点错了啊 这道题都还没讲呢 来正确答案也给选D选一下 D选是错误的为什么 降低 降低恶劣天气 对车辆造成伤害 这道题是问你啊 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 需要降低车速或者保持安全距离的原因 以下出发哪是错误的啊 咱们跟就是你 恶劣天气对你车辆的影响 跟你要跟人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是不是 没有关系的啊 来A选项能进度下降 所以咱们驾驶人应该要及时的发现前方车辆 ABC都是正确的啊 都正确的 降低损害 降低损害是没有关系的 来听一下这条讲解啊 来看一下 这个答题小技巧很巧妙是不是 来 跟别人造成伤害一般都是错误的啊 所以咱们就不要给别人造成伤害了 题目问你错误的是 咱们找伤害 找损害就行了啊 找损害就行了 所以叫你选择咱们低选项啊 低选项 为啥选地也跟你讲过了啊 咱们雨天行驶 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为了不跟别人撞车 发生交通事故 所以我们才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降低车速 跟你恶劣天气对汽车的损害 没有多大关系啊 飞飞我的飞飞 欢迎297哦 好久没来了吗 乖乖乖我的乖乖 好久没来了呀乖 来庆祝咱们主播 没有关注的 赶紧关注起来了啊 赶紧关注起来 点点关注 我每天下午三点 晚上九点直播啊 来下道题 现在讲的是科医 晚上给你们讲科斯啊 小明科斯的宝贝呢 可以稍微等一下 现在讲的是科医 晚上呢 可以给大家去讲一下科斯啊 来看一下这道题 雪天行车中 再有车车的啊 再有车车的路段 应该循着车车去巡视 对不对 上防滑链 不就行了 啥意思 啥上防滑链 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为什么要随着 人家的车车去巡视呢 因为人家有 既然是有车车的地方 肯定是人家 其他车辆 行驶过的 对吧 而且既然有车车 你去按照他车车行驶 第一个 肯定是安全的 对不对 毕竟人家走过的 没有啥问题 那肯定是安全的 如果你去没有车车的地方 行驶 说不定就会遇到啥问题了 对吧 一路逆风 你可以自己看看呢 可以打开你的小眼睛 放大你的小眼睛 自己看看呢 来 所以这道题 应该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之前看过 一个安培的故事 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就成为了路了 是不是 和这道题 好像的感觉啊 好像啊 好 挺酷啊 是自带的宝贝 自带的啊 空空 来这道题 再看一下 是正确的 跟着别人的车车去走啊 跟着别人车车去走 来 第18题啊 比较简单的题 我就给大家过得快点啊 雾天呢 对行车 安全行车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啊 注意是影响啊 还有雾天 对不对 读题的话 要学会找关键词 学会找关键字啊 就死心码 对了 就死心码 给大家转个圈看看 是群库啊 来个死心码 虎哥把我们的真相 给大家说出来了啊 真相啊 揭露真相了 来 雾天 主要行车安全 主要影响是什么 A选项 发动机呢 容易熄火 B选项 容易发生策划 C选项 行使阻力增大 跟阻力没有关系 对不对 来D选项 能见度比较低 视线不清楚啊 一会儿课间休息的时候 好不好宝贝 咱们现在先上课啊 一会儿课间休息的时候 可以给你们落课 给你们互动 给你们娱乐 好不好 你一路顺风 咱们先关注一下 稍微等一下啊 课间休息的时候 给大家去互动 好不好 上课的时候呢 你们就认真打体验 课间福利呢 现在还没到课间呢 宝贝 现在还没到课间呢 咱们稍微先等一下啊 是不是选项 选项啊 因为雾天啊 你肯定是能见度比较低 视线不怎么好 视线看不清楚 对不对 脸前都是雾蒙蒙的 全都是一片大陆 你当然看不清楚了 对吧 所以咱们照顾 选项选项啊 能见度比较低 视线不清 来第十九题啊 我们讲了二十题好不好 讲到第二十题课间休息吧 来看一下啊 雨天行车的开车的时候 遇到撑伞的 或者是穿雨衣的行人的时候 咱们在公路上 应该怎样去做啊 来A选项 以正常速度行驶 B 持续面喇叭 C 加速 是不是看到这种加速 直接选错啊 C选直接排除了啊 来D选项 提前按喇叭 并且要降低车速 是不是要降低车速 正确答案就是D选项啊 要降低车速 否则你快速的 从人家行人旁边走过去 是不是会溅起水花 把人家行人身上弄的都是水 人家会骂你的 对不对 而且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啊 咱们文明开车里 让行人啊 才呀 怎么会 那你 太残忍了吧 来 看这条题啊 所以正确选项应该是 正确做法应该是降低车速啊 降低车速 选择咱们D选项啊 所以D选项来D20题 来看一下这条题啊 午天开车的时候呢 可以多次 多按按喇叭 催促前车提速 避免发生追轨事故 你干嘛 你好自私啊 是不是 为了避免你撞上人家 你就让人家加速啊 可是人家加速撞到前面的车了 怎么办 是不是 这个做法太自私了啊 太自私了 不能催促人家前车去提速的 午天大家都慢慢的 你慢慢开 我也慢慢开 是不是会形成一个相对静止啊 每辆车之间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啊 并不是为了你自己也不追尾 让人家提速啊 这种做法是很自私的 是错误的啊 是错误的 所以照例选择咱们错误选项 错误选项啊 来客人休息一分钟吧 好不好 客人休息一会儿啊 客人歇一会儿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啊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敲出来 我这边看到之后都会回复大家吧 但上课的时候呢 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去做题 下课的时候可以跟 跟着大家一起去互动一下 娱乐一下都可以啊 有什么疑问赶紧问吧 否则一会儿又要上课了 欢迎我是小花朵 欢迎吸引这边宝贝啊 没有关注呢 可以先给菲这样点点关注啊 请坐下是不是 我今天穿的平底鞋 啥时候课间 现在 现在课间休息宝贝 今天穿的平底鞋 还好不累啊 不累 穿高空鞋的时候 会稍微坐下歇会儿 稍微坐下歇会儿啊 大家可以问一些正常的问题啊 一些正能量的问题好不好 关于嫁考的 或者关于你们生活的 等等之类的都行啊 感情上啊 最近感情有没有什么 说什么挫折呀 对吧 有什么疑问的 价格方面都可以啊 咱们先休息一分钟啊 一分钟 现在是三点十一分 咱们一会儿三点十二分 正式开始好不好 欢迎程序开发者啊 来看第21题啊 可以先看 先看一眼题目 一会儿上课时 我考好你们啊 喜头余 18岁啊 菲菲教练 我是菲菲教练 官方年纪18岁 主要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些 科目一科目四的架口 理论方面的知识的啊 哎呀年龄都是人家女孩子的秘密 对不对 告诉你们18岁 女孩子只要保养都好 男朋友都还在小学幼儿园呢 所以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上班摸鱼 来看我是不是 现在下午三点钟了 下午三点多了 看一会儿要认识上班了哦 没问你年龄啊 好吧 那我自作多情了 膝盖咋回事啊 膝盖之前撞到了宝贝 膝盖的话是之前撞到桌子上了啊 撞到桌子上了 但是已经快好了 感谢宝贝的关心啊 已经快好了好了 差不多了啊 再过两天应该就没啥问题 应该就能好了 来好了没 咱们上课了 哇这个脸 我站在外面的这个脸好奇怪 我正好站在瘦脸这 一般脸 一般脸增大 一般脸减小 好吓人 我往中间站一站 我往中间站一站 信你个鬼啊 是因为我年龄信我个鬼吗 穿了宝贝啊 穿了好 十二了 我们开始上课了好不好 再讲会儿题啊 一会儿再给你课前休息啊 一会儿再课前休息了 来第21道题啊 第21题 如果想这特别再来唠嗑了宝贝啊 可以先关注一下 我们一般是五点下播 下播前呢 会我会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 近距离的聊一下天 到时候会给你们时间 来了解我的好不好 上课的时候 咱们就认真上课了啊 会有课间休息的 要劳逸结合嘛 这样你们才能够更快乐的学习 在快乐中学习 而且是在学习中快乐 对不对 来这样你看一下啊 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 好好自己 大家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都是图个乐呵 都图好玩 开心嘛 对不对 都图个乐呵 好玩 开心啊 谢谢咱虎哥 谢谢虎哥的支持 来看一下啊 我午天的时候呢 在驾驶机动车 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 注意事项 以下说法 错误的事啊 来注意一下 下来说法 错误的事哦 看哪是错误的啊 说的对啊 说的对 好嘞 好 谢谢听你上上 逮逮up 是不是 来知道这看一下啊 错的是A 减速慢行 午天视线看不清楚 所以咱们一定要慢慢的开啊 减速慢行 它A是正确的啊 A说法是正确的 什么时候进化了 是不是 不知道他这辈子 有没有机会了 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跟着我 有没有机会了 可能换个主人 有可能会进化吧 来B选项 保持安全车距啊 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 如果前方突然刹车的话 这样的话 你还有时间去反应 还有时间去坐刹车 对不对 还有时间反应啊 来C写一下 正确使用灯光 午天的话 需要正确使用灯光啊 像雾灯啊 危险暴击闪光灯 该开的灯 你一定要打开啊 不要为了省油 哎呀 我少开个灯 我省点油 你省了油就没命了 宝贝 要钱要命啊 是不是 所以咱们没有图省油啊 不去开灯 该开的灯 一定要去打开的 好不好 来递选项啊 高速行驶啊 肯定错的啦 对不对 像咱们看到高速啊 加速啊 这种字眼啊 一般都是错误的 一般都是错误的 是不是 咱们应该降低速度去行驶啊 而不是加速去行驶 所以这要题 错误的应该是选项 咱们递选项啊 高速行驶 我讲的你们都能听懂吧 如果语速太快的话 你们记得提醒我啊 速度快到 我追不着火就行了 你还能跟物相比呢 那你这是飞的速度 那你这应该会超速吧 应该会超速了啊 来 第22题 读读题 来看一下啊 在大午天气汇车的时候啊 来注意一下 是会大午天气汇车的时候 一下说法错误的事啊 还是问咱们错误的事 来看一下 到底哪个是错误的呢 来A选项 应当适当的去降低车速啊 我看一下 我的脸是不是还是在 一大一小 我把镜头调一下吧 可能是镜头原因 把镜头调一下 要不然脸老是大小脸 太吓人了 选D是不是 看到宝贝有选D的啊 来B选项 靠右侧行驶 C选项 C选项是不是 集中注意力啊 正确答案就是选D D是错的啊 D是错的 错到哪啊 雾天啊 雾天 大雾天气能使用远光灯吗 大雾天气是不能使用远光灯的啊 是不是 为啥 因为远光灯它 灯光会 我为什么把手机放这么远 我突然反应过来 因为大雾天气 干嘛呀 你使用远光灯的话 这个灯光光线会折射啊 光线会折射 然后它会形成一滩光圈在你的车前面 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你的世界 并且是在汇车的时候 你开远光灯 还会影响其他人的世界 害人害己啊 害人害己 所以咱们雾天 特别是汇车的时候 是不能去使用远光灯的 会晃到别人的眼睛啊 会晃到别人的 所以咱们知道题啊 正确咱应该是 选择咱们第一选项啊 第一选项是错误的 错误的 来下道题 我看我站着角落里会不会 脸会不会有问题 眼老师不正常呢 乖乖的 乖乖乖的 我还是往中间站一站吧 远光灯 才不管这些是吧 所以咱们正能量啊 我们要学会 文明开车里让行人 对不对 咱们要学会正能量啊 来这道题看一下 在汇天跟车行驶的时候 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啊 还是问你错误的是 A选项 加大两车之间的距离 B选项 时刻注意前车刹车灯的情况 C降低行驶速度 D提高前车的速度 是不是提高速度 提高车速肯定是错的啊 地形又是一个自私的做法了啊 你自己都不能去提高速度 你为什么强迫人家去提高速度 对不对 己所不欲互施于人了 是吧 咱们午天你慢慢开 我也慢慢开 咱们都慢一点 这样的话也不会发生啥问题 你没有必要就担心你去要追人家的尾 你怕人家追人家的尾 那你就慢一点呗 是不是 大家都慢一点啊 不能去强迫人家 不能去催人家提高车速的啊 不道德 不道德的行为 而且还是危险的行为 所以这里错误的是选的咱们第一选项啊 看到提高车速 特别是雾天 一些恶劣的天气啊 咱们看到提高车速 直接选错误啊 来下道题 判断题了啊 今天是肉丝宝贝 今天不是block了 每天都block不太好 今天是肉丝好不好 轮着来嘛 轮着来 每天都一样的话 大家会看腻的 对不对 哎我发现把头发扎起来比较好 照看有没有皮静 好像直播间没有皮静了 我发现头发扎起来比较好 好 真的少有一个吧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人够大皮静 那我就这样吧 来照例看一下啊 在大风天气 机动车 是不是你们感觉 是不是扎起来比较好 对吧 在大风天气啊 机动车已经出现横向飘移了 这个风够大 这个风够大 把车都吹得横向飘移了 是不是 驾驶应该急转方向盘来看一下 急转方向盘 以恢复行驶方向 突然打方向盘 安全吗 肯定不安全啊 对不对 像这种急转猛打 快速的转方向盘 都是不对的 咱们应该是慢慢来 对不对 慢慢的 缓慢的把方向盘回正 像急打呀 或是猛打呀 快速啊 打方向盘 都是不对的 你不怕 方向盘都被你 都被你捣鼓下来了吗 是不是 而且特别是恶劣的天气 恶劣的天气 所以咱们选第一选项 因为你急打方向盘的话 你车轮 是不是也会 很快的 上一边偏选 反而会发生 策划 划呀 策划等现象的啊 所以咱们看到 急打方向盘 猛大方向盘 都是错误的啊 照例选择 B选项是错误的 选择咱们选择一下啊 来下道题 再把头发扎起来 太热了 来第25题啊 读读题 来看一下啊 遇到暴雨的时候 注意了 驾驶你干嘛呀 已经无法看清楚 路面情况了 对不对 看不到了 看不见了啊 那这个 当这个时候呢 我们以下的做法 正确的是哪 选项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啊 看看题目 我去拿皮筋 把头发扎起来 你们告诉我是选哪 答案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没有人给我飘答了吗 我伤心了 耳机还正常吗 大家看见这道题是哪儿选项啊 我来了啊 我来了 把头发扎起来 会好 会好一点 来是哪儿选项啊 正确做法正确的是啊 来 A选项 保持元素 B减速 C打开微信关系闪光灯 停到路外 D减速行驶 不断没喇叭 提醒周边驾驶人 那我们照题 C都知道是不是 都知道 但是大家两个手都忙着吗 都忙啥呢 选B的 也会选C的 也会选B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题目啊 看一下题目 题目当中都已经说了啊 无法看清楚这个路面情况了 那你都看不到开车了 就算你减速有用吗 减速慢慢开 有用吗 没有用啊 既然看不清路面情况 那我们应该干嘛 就应该停车了啊 看不清就停车了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应该打开微信关系闪光灯 将车停到路面外去啊 也不要停到路中间对吧 又否则后面突然载车 不是把你抓到了吗 是不是 先逼你再点最后C 最后呢 走了一圈 选了一圈 才选了正确答案是不是 对了 是C选项啊 既然看不清路了 就去停车就好了 减速啊 慢慢开啊 再怎么小心 再怎么慢都没用 看不见就是看不见了啊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C选项了啊 就是C选项啊 所以像这种题目 是不是 坐下来真的不难 你跟你们正确答案真的不难 就是需要大家细心一点啊 大男子汉门 小男子汉门 都细心一点啊 来 下一道题啊 第25题 最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了 咱们讲完这道题 也可以给大家课间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讲完这道题 给你课间休息一下啊 大家撑住了 撑住了啊 来读多题 大路天气条件下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 车辆无法继续行驶时 以下做法错误的是什么 来看一下啊 大路天气条件下 驾驶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 车辆无法继续行驶了啊 来发生事故 车辆无法继续行驶的时候 以下说法 错误的是啊 没开面型可好 我也不懂他会长老变形 我看一下 我自己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变形这么 今天老变形呢 因为跟你讲 上镜的话真的会胖一点 所以瘦脸的话一定要开 要不然太吓人了 否则就太吓人了 那我就尽量不要转头 这也太为难了了吧 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啊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侧脸吧 错的是哪一个啊 A选项 尽快离开机动车 B选项 尽快站到防护栏以外 C选项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D选项 沿袭车道 在到车的后面 试试警告标志 来着 有难度 有难度啊 来看一下 选B的 是因为选D的 有被选D选项的 已经无法尽量行驶了 尽量站到防护栏以外的地方 来看一下 会选D的吗 收复我吗 你咋收复我 你想怎么收复我宝贝 来看一下最后的道题啊 这道题这错误率比较高 不选D选项啊 因为之前讲过的时候 老二人会选D 他会觉得 诶 无法行驶了 在车后面 弄个危险帮你想到 在车后面干啥 放一个警告标志呗 看了男朋友中间的网易图像 我吓一跳 我都吓一跳 所以照顾不选D选项 这边大家是宝贝 刚有宝贝说对的啊 副物的选项 检告标志需要在160米以外 为什么选D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啊 检告标志呢 应该是设在150米以外的地方 题目问你说话 错误的是啊 错误的是 所以选了D选项 选了D选项 错误的是 D是正确的啊 应该站在我们防护栏外面 站在防护栏外面啊 那D选项为什么不对 高速压了 应该是设在车后面 150米的地方 对不对 而不是沿行车道 在车后面去行驶啊 不是车后 应该是距离150米的地方 来给你看一下啊 因为这要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 咱们设置几个标志 要在150米以外 如果是普通道路上 车发生故障的话 设置在多少米啊 有人知道吗 普通道路啊 咱们设置在 50到100米就可以了啊 车后面50到100米 所以这要提的 这档案是选D选项 因为D是错的 D是错的啊 不是在车后 应该是在车后 150米以外的地方 设置警告标志啊 错在这里啦 所以照顾答案 选择我们的D选项啊 是选择D选项的 我中间站 那里就不容易变形了吧 好 那我们这个 通入天气 就给它讲完了啊 来课间休息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 你们就可活跃了 一上课 大家就得看药菜去吧 是不是 好 我们课间休息一下啊 有什么疑问呢 问吧 一会儿记得去给你们 去换个提醒讲啊 一会儿给大家去换个提醒讲 如果我的脸老是 一大一小的 大家就是 交流一下 耐心 交流一下啊 因为确实这个 开了 开了受脸 我的脸需要转来转去的 我不看你们 也不看你们吧 也不太好 老让你们看 看我的侧脸也不太好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就是 大家稍微忍忍 那如果你们想 看我 就是尽力地看我本人的 不想看面型的啊 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是五点下播 下播前呢 我会坐下来 跟大家一起聊会儿天 聊会儿磕 好不好 那想着飞 叫聊磕的啊 记得关注掌声直播间 五点钟来啊 五点钟我就下播了 提前来 有福利吗 宝一 你是我的宝一 宝一 这是你的头像啊 宝一这个头像是你的 150名 福利给你比个星星 哟哟哟 比个小星星 给你比个小星星啊 来 所以这样就想打个第一选项啊 大家问一些正常的问题好不好 你怎么天天不盼着自己好呢 天天不是 不是盼着自己被车撞了 就是盼着自己啊 怎么 怎么撞到谁了 什么之类的 咱们正能量好啊 咱们正能量啊 不要一天到晚 想着自己 不是被这个撞了 就是撞了那个了啊 咱们是讲炸口理论车理论知识来的啊 不是讲那什么普通故事的好不好 今天到晚跟你们说的可吓人了 今天今天我一般是一天换啊 一天换宝贝 如果每每个直播都换的话 那我们家又是开服装店的 没有那么多服装去换啊 没有那么多服装 没有那么多服装店 服装去换 咱们再休息会儿啊 再休息一分钟 然后看 然后马上课啊 马上课 善良的小蕾 你可真识 善良的小蕾 记得关注一下哦 支配 这个有啥好支配的 如果你们支配我呀 我明天会换的呀 宝贝 这一天换 一天换一套衣服 每天都换一下衣服不是很正常吗 这个有啥好支配的啊 这个不算支配了 这个算啥支配 这个不用你们支配我 明天我自然会换的 好不好 来 大家有什么疑问的 可以赶紧抓紧我们科研休息时间 在平均区抠出来啊 可以这样一看 这边一看了之后 都会回复你们的呦 但是有时候我这边往后不太好 可能行笑是不是 大家还有正能量 坚守住自己心里的群体好不好 正能量啊 守住 腿上上巴 怎么搞 是不是 腿上这个 是撞到本筋好多了 筋好很多很多 之前的时候紫的呦 对不对 咱们如果植物间老狠的 铁粉的应该都不知道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啊 不是学车的 压起来都可以学车 对吧 如果你眼睛不够用的话 可以把耳朵灵明清 把耳朵打开啊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 不仅会让你们看题目 我还会讲解给你们听啊 是不是 眼睛不够用的 可以把耳朵掉用出来啊 五官都用起来 对不对 都用起来啊 怎么不是学车了 咱们 就是你不多的时候 都会学到一些知识 都会学到的 你放心好了啊 都会让人家学到一些知识 学到一些打理小技巧的 知道吗 不会让你白来了啊 你关注我们这文件 不会让你白关注 不会让你白来了好不好 来好了 寻寻完了 驾照到期了怎么办 去换呗 宝贝 还有食欲 你的事多吓人啊 你这把老师说是猪蹄了吗 驾照快到期了 那你去换吧 到期前90天之内 尽快去换啊 因为换的是大事 所以咱们一般提前三个月 到期前90天之内 就可以去换了啊 如果你是在耳朵 信息 上面有信息发生变化的 咱们30天内去更改啊 去申请变更 信息是小事 30天 换的是大事啊 90天 知道不 9318 怎么换 是不是去车管所呀 去车管所参加审验 审验一下 你过去6年之内啊 过去6年之内 你交通试过 有没有交通试过 处理怎么样啊 看一下你过去6年 每一年有没有被扣满12分的 再看一下你身体条件 还能不能再出去开车的 猜猜沈宴啊 沈宴如果能通过的 你过去6年 每一年都很棒 都没有被扣满12分的话 那乘管所呢 会给你焕发一个10年的证啊 会焕发一个10年的证 七二变 哼 有变吗 现在有变吗 我离 我离那个远一点 这老是变胖变瘦是吧 那我就不动 膝盖 你正了 正了 你之前不是来过吗 你不知道吗 是撞到了 撞到桌子上了 宝贝 不想撞到桌子上了 还有考试吗 没有考试 舍然而已 舍然是你 就是看一下 调查一下你过去的一些 就是档案 过去的一些记录而已 不需要填下考试的啊 不用填下考试 所以不用害怕 放心就换了 不用害怕啊 不用考试的 宝贝 膝盖是撞的了啊 乖乖 赶紧去哦 否则如果你 家属证失效的话 失效一天 你都是不能开车的 驾驶证失效 你上路的话 都是属于无证驾驶的啊 无证驾驶的 而且你驾驶证 如果失效超过一年的话 那就 那你的驾驶证 就会被注销掉了啊 失效超过一年 会被注销了 驾驶证 你看你千辛万苦 花一千块钱 花那么多时间考试证 咱们要珍惜是不是 千万别等到被注销了啊 再去着急 又来不及了 宝贝 赶紧换吧 来 咱们今天讲课了啊 有什么疑问的 那大家都可以在平衡区 去问出来啊 那我就要起身了啊 菲菲教练站起来了 萌萌站起来 我们就开始讲课了哦 好了 这个特殊天气的题目啊 给大家就讲完了 接下来 刚刚正好有个宝贝在问 那我们就讲一下 跟驾驶证有关的题好不好 来讲一下跟驾驶证有关的一个题目吧 来 因为之前 因为很多宝贝 就对驾驶证的一些患证啊 比较 有疑问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去讲一下 跟驾驶证有关的题目 上次呢 讲的第58题了 那我们就接着讲好不好 就接着去给大家一起讲了啊 来先读读题啊 机动车登记证书 后排 闲适证面诗 丢失或者损毁的 机动车所有人 应该向哪个部门深切读理 欢迎 黄州学生那么便宜的吗 黄州学生应该挺贵的吧 哎 看知道 来 驾驶 机动车登记证书啊 登记证书啊 后排啊 适证证啊 丢失或者面试或者损毁的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哪个我们去申请补令 去申请补令或者换离呢 跟车辆有关的 对不对 来总结一下啊 咱们知道题是跟车有关的 比如说车辆的登记证书 车辆的后排 车代号 对不对 车辆的一个行驶证 跟车有关都是去哪里啊 都是去登记地啊 先给你们总结一下 因为像这种跟驾驶证有关的题目 登记地啊 居住地啊 什么核发地啊 很多宝贝老是搞不清楚 对不对 啥啥分不清楚的 来今天先给你们总结一下 其实这点啊 跟车有关的都是去登记地 如果是跟驾驶证有关的啊 跟驾照有关的 跟驾驶证有关的 比如说你的驾驶证丢失了 损毁了 搞坏了 对不对 咱们去哪里啊 去我们的车管所 车管所 全国的车管所都可以啊 不管是核发地 还是居住地的 跟驾驶证有关的 现在的话 你们去全国的一个车管所 都是可以 捕证啊 换证都行 因为以前的话 像你换证 以前是应该是捕证吧 以前这捕证的话 只能去核发地 换证才能去居住地 现在改掉了 现在不管是换证还是捕证 去我们的一个全国的车管所啊 都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通讯发达了呀 网络发达了呀 是不是 你车管所的话 他信息都同步了 所以不管你去哪里车管所 都能查到你的信息啊 所以你们随便去 感谢姨妈的大气啊 感谢姨妈大气 或者让你心疼 是吧 没关系 现在我都已经不疼了 已经不疼了啊 好多了 已经不疼好多了 开发的不错 啥 开发啥 车管所在哪儿 你自己去高的地图搜一下 搜一下 每个地方都有车管所 我哪知道你在哪地方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地方 车管所在哪儿 是不是 第四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 来咱们看一下 第一个 加尔镇合发地的一个车辆管理所 C是登记地 那你看题目 题目呢 说的是车辆的一个登记证书 车辆的信息 就是车辆号牌 是不是跟车辆有关的 那我们应该去车辆登记地 应该是车辆登记地啊 就你买车的时候 在哪儿注册的 在哪儿登记的 去登记地啊 B选项呢 是驾驶证的合发地 驾驶证啊 不是行驶证 驾驶证跟行驶证 还是有区别的 你有驾驶证呢 不一定有行驶证 对不对 因为你有驾驶证呢 不一定有车 比如我 有证没车啊 有证没车 所以B次的区别就在这里啊 在这里肯定不选B 因为这好题问的是车 对吧 跟车有关的 不是问你驾驶证 一扣个一 能听懂啊 是吧 能听懂的宝贝 给家里扣个一 那我们就有下一道题了 所以照理选的C选项 是登记地啊 来再看一眼题目 机动车的登记证书 号牌啊 行驶证啊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一个 行驶证 登记证书 号牌 只要是跟机动车有关的 咱们都是去登记地 直接考新的 你那么挑呢 你觉得考试那么简单吗 考试那么简单 你直接考新的 那你六年一次 六年一次 你是说考驾驶证是吧 你是说换证吗 六年考试驾驶 六年考试驾驶 考那你头子晕了 我给你讲 来能听懂 我就下一道题了啊 好 显示一下是不是 好的乖乖 但是每天都换不同的风格嘛 每天都一样的话 大家早晚会腻的 对不对 早晚会腻的啊 去哪一个 没有啊 因为不能露肚子宝贝 来下一道题啊 第59 在学习期内 驾驶机动车的 应当在车身后不粘贴 或者鞋段两种高距 来 搁几个又来学习 对 是的呢 搁几个晚上学科斯啊 下午给他讲科业啊 晚上给你讲科斯好不好 想听科斯的宝贝 可以先关注一下 晚上讲科斯啊 来看一下这道题 实习期内啊 在实习期内呢 去驾驶机动车的 应该在车身后面 去选吧 哪种标志啊 这个道题是不是傻子都会做 是不是傻子都会做呀 实习期 贴啥标志 哎呦呦 我一辈子都看了你 是不是谢谢宝贝 谢谢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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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啊 怎么选地呢去 怎么选地啊 实习期应该贴什么标志啊 实习标志啊 对不对 统一的一个实习标志啊 所以这道题 正点难应该是选C选项啊 应该选C选项 对了 正啊 正回答对了 科威一 是不是科威一 听懂了 还是谁可以啊 没关系啊 咱们有正的 咱们可以温习一下嘛 温无二之星 可以为师爷 这是论语里面的吧 是不是论语里面的 而且你们就算有正的 后面你们学花免分啊 对不对 现在十二 很多是十二文勾用的 可以有一个学花免分的机会 咱们也是用得上的 如果没正的那就更好了 就直接跟着非语教的一些方法 学技巧 学真实的啊 对不对 所以有正没正啊 都可以来 来吧来吧 有正没正都可以来啊 不是啊宝贝 新手的话 肯定是要贴实习标志的 因为我自己当年 是新手的时候 我自己也贴过 我自己也贴过啊 自己也贴过呢 谁贴的是实习标志啊 叫你选择咱们C选项啊 选择C选项 统一样式的一个实习标志 他们不还是学外语了 就是啊 所以咱们学无止境啊 活到了 学到了 宝贝 活到了 学到了 正到C选哪里 快吃饭所 宝贝 跟你发症的地方 或者吃饭所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来下道题 下道题啊 第60题 在帮助地出色室里 激动车驾驶症的 部门 学习标志 要不然你来我这话吗 找我话 我就知道 就知道有人会这么说 要不然找我话 我给你花不了 花不了 这样是个快点是吗 后面给你安排好不好乖 你先关注一下啊 后面给你安排 因为每天都是block 黑色是block 每天都是block的话 可能比较重复 太腻了 block 黑色是block吧 每天都是block 会太重复了 太腻了 我自己都腻了 自己都腻了啊 但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啊 按照如果是正规一点的话 你看 如果正规一些的话 咱们就好去贴个实习雕 这样的话 别人知道你正在实习期啊 可能身后老司机 在开车的时候 就不会再催你了 会额外的小心一点 离你稍微远一点 会稍微离你远一点啊 保持安全距离啊 直播 试点某人 试点啊 官方频道 你还不直播啊 还来够回放入播 那也太 那也太那个傻了 是不是 太不真经了 对吗 咱们直播间啊 只要是直播 都是直播啊 要么就不播 要么就直播 好不好 所以喜欢飞飞教练啊 喜欢看这类直播的 可以关注一下啊 来第六个题了 在大速地出自申领 机动车驾驶证的 不能直接申领 大型货车驾驶证 来看一下 咱们出自申领 机动车驾驶证的 能申请大型货车吗 来照题是容易做错的啊 容易做错的 大型货车 大家来看一下 车都会远离你 去看上好车是吧 可惜我没有好车的 宝贝 不能先给打错 来看一下啊 题目当中啊 宝贝来看到 不能生理 咱们直接打错就行了啊 太大了 吃不起来 可能是我最近瘦了 最近瘦了一点点啊 瘦了一点点 来咱们先把这个题目讲吧 一会儿课前休息 我再给你落课好不好 发现我一讲课 大家都落得没完 我一下课 大家就不知道 忙啥去了 两个小小时候拿出来 上课的时候就跟着 飞飞这样一起来 课课打啊 下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娱乐 就休息 就玩耍用乐课好不好 两个小小时候拿出来啊 都忙啥呢 太可爱了 是不是 谢谢乖乖 今天是可爱疯啊 可爱疯 有啊 宝贝 有啊 但是就是不一样的颜色而已啊 肉丝对不对 有 太熟了 最近可能减肥呢啊 减肥 所以这样其实错误选项啊 是错的 初次生理加尔症 是可以申请大型货车的啊 是有些宝贝会觉得说 哎呀 我第一次生理 那不 那不就是只能申请一些小的 轻道 微道 或者中型的吗 大型货车我也能申请啊 是不是啊 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货车 或是拉货的就没有关系 但是你大型客车啊 如果是拉客人的 大型客车的话 你初次生理是不能申请的 但是货车是拉货的 没关系 货是东西 对不对 咱们是可以去申请的啊 这样讲呢 理解过啊 所以这二题是错误的啊 是错误的 可以直接去申请大型货超大 听不懂的 记得给菲利教练扣几啊 扣五啊 听不懂的 扣五就可以了啊 怎么回去 回不去了 过两天就可以 过两天可以的啊 宝贝 大型活着 活着当然不行啊 火车也是拉人的啊 对不对 咱们货车啊 可以是你大型货车 膝盖撞到了啊 也快好了 隐形的 隐形的啊 肉死隐形的 来 这个是一天 诶 丢了 宝贝来看一下 驾驶证丢了 你还能开车吗 来 咱们啊 人无证不开车 车无证不上路 如果你这个车要上路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不要东西 驾驶证 新人证 检验合格标志 还有我们的一个 检验合格标志 还有那个保险 保险标志 还有一个是我们车牌号啊 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两证两 两制 一号牌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 一定要有这五样东西 那你看你驾驶证丢失了 你还有吗 是没了 你丢掉了 没有了 那你能开车 能上路吗 是不可以的啊 不可以的宝贝啊 所以照一群的 MB选项啊 是错误的 看到驾驶证丢失 直接答错 如果其中也要须办答对 来看一下我们打击小技巧 有出能的 有出功能的 来看一下大家听小技巧啊 驾驶证丢失的 咱们直接答错 如果说哎呀 不办吧 驾驶丢失的 你不办了 咱们就选正确啊 你没有不办 就选错的 电子证的话 现在你全国没有普遍呢 还没有普遍呢 好不好宝贝啊 现在这哈 电子家长还没有普遍呢 所以咱们车边所题目 还没有去更改 如果后面全国普遍的话 咱们才会去更改的啊 来 老娜 老娜宝贝啊 一会儿客间休息的时候 好不好 一会儿客间休息 给你去那个啊 好不好 一会儿客间休息 给你去 在考认地方吧 到期了 可以在考认地方换吗 考认地方 那你要看 是不是给你发认的地方 其实发认的地方 不是考认地方 不是驾驶啊 是给你发认的地方 听见没 9318啊 9318 来 所以照题应该是选的 咱们错误选项啊 丢失了啊 就不能开了 知道不 选错误选项 电子家长时证啊 现在全国呢 还没有普遍 这么大笔 就是啊 看不见了 是不是 来下道题啊 驾驶证丢失后 驾驶人可以继续驾驶机动车 一会儿客间休息 给大家送福利 好吧 给你报告啊 来我们讲完这道题 驾驶证丢失之后 驾驶人可以继续驾驶机动车 跟前面道题是一样的啊 是不可以的 丢失的话 你手里没正了 没有正了 所以是不可以去开车的啊 可以开车的 来 现在下道题啊 63题 驾驶人户籍先出远车站管理所 需要向什么地方 车站管理所提出申请 近点是吗 还要怎么近 这么近吗 这么近你就只能看用我的脸了 你看不见屏幕啊 宝贝 看不见屏幕了啊 最美最可爱 谢谢乖乖 谢谢乖乖 来看一下啊 户籍签出原来的车站管理所 需要向什么地方的车站管理所提出申请呢 向哪里车站管理所啊 你签出去原来的车站管理所 是不是让你要向你签目的啊 让你签目的去身陷 你签 吗 你签